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忙还是出去玩呢 两地分居真的很危险 下次不可以让他整天回中国 老公前几天说现在生意很难做 会不会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如果我可以帮他就好了 最近大家都小心一点 老板娘心情不太好 进进出出脸都黑着呢 最近公司生意一般般 老板们心情当然还不好了 这环境公司不会开除人吧 可别开除我呀 我的身份还没搞定呢 嘿我还准备结婚买房呢 现在多伦多的结伤身房价黑 你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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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几张歌神演唱会的门票 本来公司是作为赞助商拿到的 现在老板娘都没有心情去看了 哇老板娘对你可真好呀 就是啊 那你不要是不是 那我们要咯 我们呀 你不要咯 我们呀 我们呀 我们姐姐 好吗 我咯 别擦了 别擦了 你看 进来 曼姐 天好晚了 大家都下班了 你还不走 对不起你先走吧 我还有点事 师妹姐 看你最近好像有新事 是公司有事吗 你先不要告诉人 最近公司资金运作上有点问题 林老板吧又在大陆忙生意 我一个人人生地不俗的 能力又有限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是财政问题 师妹姐 我有一个uncle 是这边很有名很能干的会计师 要不要我介绍他和你认识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太好了 不过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林老板 免得他担心哦 好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好的 师妹姐再见 师妹姐 你这是我uncle 这是我们公司师妹姐 师妹 阿Ben 你好 你好梁会计师 我们都坐 谢谢Sandy 茶来了 請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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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媽媽 謝謝 梁慧的師 其實我不想把我們公司的困難說出來 不過我真的不想我老公背得那麼辛苦 其實你公司現在遇到暫時性的困難 Sandy都略知一二告訴我 在北美洲做生意遇到現金收轉的問題 其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去解決這件事的方法也有很多 例如我們可以和你資產債務重組 或者教你怎樣把自己的房子去銀行 拿抵押 拿些現金出來 或者公司的應收未收 可以去抵押給財務公司 到你有錢的時候再贖花些費用 也可以和你的供應商去提提前的付款 這樣可以解決你而言之急 放心 有專業人士的幫忙 生意不是很大的問題 對了 剛才你說資產重組是甚麼意思 其實資產重組的意思是 有很多時候我們做生意 公司裏面有很多剩餘的資產 房地產 那三個月才好熟悉 這一起都比較經過 安孔 你不會說想搭訕吧 小孩 你說甚麼 我們不像你們年輕人 真的他的樣子 好像在我老孩裡面已經曾經見過的 好好 反正牽線大橋的事情 我已經給你做成了 咱們親戚歸親戚 以後是成了 該分我的可一分也不能少 好 放心 先你 你的一分也不會小的 放心 放心 安孔帶 你開車了 好 好吧 梁匯計師 你好 女友 你好 請坐下 歡迎 對了 我對你上次提出的 資產重組計劃都很有興趣 所以想你給我介紹一下 在入政題之前 其實有件事都挺誤會的 我想問問你 我們之前是否認識的 我們哪裏移民過來的 廣州 我也是廣州仔 西關 如意芳 西關 如意芳 難道你當然有個幫幫 就是我 這麼巧 猜不到在這裡遇到你 真的猜不到 是呀 我也猜不到 現在你這麼有出色 這麼能幹 恭喜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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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 嗯 那我又來 我最喜歡的 妉嫂 欸,這是你老闆娘嗎 哪裡 真的是 是嗎 對 她們在這裡幹嘛 她們在這裡幹嘛 她們在這裡不是挺好的嗎 對啊,她老公不是在國內嗎 你也很久不見了 奔波了這麼多天 看來抵押這間屋來幫助資金周轉 已經是最好的方法了 不過我真的很難開口對我老公說 那間屋來抵押 我真的很怕他會接受不了 你放心吧 你老公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家 為了他的事業 這次拿到一些資金周轉 替他報過去的難關 我相信他會明白和接受到 放心吧 所有事情明天會更加好 我告訴你 他超誇張的 非常甜蜜 放心 有我 是不是超誇張 說什麼呢 好肉麻 這種話我都不知道怎麼跟我男朋友講 你們說這麼大一綠貌 老闆是不是 老闆娘不是這樣的人 你不要這樣說他了 你現在是老闆娘全面的紅人 你當然幫他講話 就是 來來來來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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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三弟進來一下 老闆找我 你們平時上班就是這麼吵吵鬧鬧的嗎 不是 是他們在說昨天看到Sharmon姐 Sharmon 對了 Sharmon最近在忙什麼 她在建會計 建會計 去建會計做什麼 其實那是我uncle 他們倆以前是童年的玩伴 現在建議們也就是叙叙舊 來聊我們三陽臭油煙機的發展機會 你uncle 你們最近說話怎麼怪怪的 Sharmon你好你好你好 Sharmon你好 坐吧 好 Sharmon很久沒見了 怎麼看來這麼累 沒什麼 Joe 我跟你這麼熟才跟你說 你知道我們家裡 屋車的保險都是跟你買的 是啊 還有你們辦公室商業保險 說起都好幾年了 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我老公公司 資金周轉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的銀行和會計師 他說叫我用我的房子再做按揭 那你知道 我真的很怕我老公會不同意 我記得 我老公曾經在你這裡 幫我買了一些理財的產品 我不知道 你幫我重新整理一下 會不會對我有幫助呢 你幫我看看 是啊 你知道我新移民一個 師奶一名 朋友都不多 又不是那麼認識 那你是我順賴的人 所以想請假你 不用擔心 你活計師提議你 就是把你的物業再重案 調動資金給公司周轉 這個都很合適你的 在我們國外 這個都很普遍的做法 至於你先生和你安排之前的 investment的產品 我會再詳細和你看一下 整理一下 希望可以暫時幫你倒過難關 真的好 麻煩你了 Joe 別客氣 你 你怎麼 你怎麼 貸款 保險 保險 投資 你最近有點不正常啊 天天這麼晚回家 還這麼累 我怎麼不正常了 你看看你自己 整天飛來飛去的 回來還愁眉苦臉的 我只是想咨詢一些人 多學習一些財經方面的知識 看看能不能幫到你而已啊 我不需要你幫忙 你不天天 拋頭露面 就是在幫我了 我拋頭露面 我丟人了嗎 我做的一切 不都是為了你嗎 老婆 我答應你 等我們公司這次度過了難關 我一定多抽時間在陪你 你不要天天出去 找什麼人 幫什麼忙了 什麼 你懷疑我 在外面亂找人 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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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不起 我全都知道了 你还记得 今天是我们风雨同路 移民五周年的纪念日吗 对不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